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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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变成植物人了 不过只要你还有口气在 我跟小宝就还有动力 你放心吧 我明天呢 就带着小宝去假天下上班 什么 王大龙真的要来面试 是 他来电话是我接的 他说一会要来公司 上次吃饭只是跟他客套几句 谁知道他竟然当真了 他还说到了以后再给您提条件 他真的把自己当干部了 要不 我编个借口回绝他 不用 让他来 要不然的话 别人会说我不守信用 他救过儿子 我怎么也要报答他一下 我要让他自己明白 失败就是失败 终于想通了 必须得想通了 你说我那些都当上干爹了 这也是我的使命 也是我的责任 给同学大工怎么了 不丢人 我也是靠劳动吃饭的 再说了 也是给小宝这口饭吃吧 这就对了 你看啊 咱们里里外外 前前后后 这么多关系 人家彭飞肯定对你好 那天吃饭的时候 彭飞不是跟你说了吗 岗位你随便挑 还给你一小官当的 只要你不主动离开 人家绝对不辞你 你打住啊 我去他来干 可不是靠关系啊 我管理上有一套 我经验丰富极了 有我在 我肯定把他的企业做大 咱可说好啊 你别到那又吹牛去 听见没有 第一 少说话多做事 第二 少管闲事 老婆 你就放宽心吧 我这次去啊 带着动力呢 我肯定打不还手 妈不还口 我得给彭飞立个榜样 我得让他心甘情愿地 接受我们那帮老同事 你看你看 又管闲事 是不是啊 老婆 你放心吧 这把 我肯定跟彭飞好好谈判 那你有把握吗 你有把握吗 把那妈去掉 我王大龙的嘴不光是吃饭的 我还是谈判的 失业兄弟志刚强 我王大龙做个好榜样 命令在苦压不垮 人辱负重 挺脊梁 你吃油条吧你 你还真不行 彭飞 我该说的话我可都说完了 我同意来你这干 不过我得有个条件 我得带一个人来 这个人是我老哥的孩子 这孩子旅游之高刚毕业 跟你这专业对口 这不算为难你吧 果然是以前在超市当过售货员 来面试都要满意送业 这不为难你 要不然这么着 你给我开一份工资也行 我比一半给这孩子 你是不知道呢 这孩子他爸 到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头 是植物人呢 在他最后清醒的时候 他把孩子托付给我 我就得保证给他找他工作 我这是卖黄瓜搭茄子 我们这是捆绑销售 大龙啊 我不是跟你计较工资 你要知道 我们这是私营企业 一个萝卜就一个坑 绝对不会养闲人的 同意同意 完全同意 我怎么可能是闲人呢 行了行了 你也别跟我争了 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你就知道我是你的小白鼠 把我们当成你的试验品 干得不好 立马出理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那当然了 男子和他丈夫 一言即出四马难追 咱就这么说定了 咱们刚说的话 我可用录音笔全录下来了 我王大龙当着你彭飞的面 下军令状 我要是干得不好 立马滚蛋 可我要是干得好了 你得向我保证 你得无条件的接受 我们这些老超市的难兄难弟 我都保证你揣着 你要是不敢接 说明你不敢要 你当我是什么人哪 成交 得嘞 去准备准备 明天过来 上班 好 好 对 忘了告诉你了 这录音笔啊 忘了搁电池了 大龙 你一点都不二 我根本就不愣 这扫目大眼哪 好 看来 来 怎么样 老婆 闺女 我穿这身帅不帅呀 我都穿成这样了 怎么还是吃油条包子 怎么着也得给我做碗疙瘩汤呢 你挡票给你 行行行 闺女算了 随便呐 我跟你说 我上次聚恒费他们公司 我跟着那帮小白领 可都打得是领带 爸 你也算老白领了 可别忘了你的承诺 绝对忘不了 等把劳动合同一签 立马就给你报复到班 还签合同呢 就跟真的一样 什么叫就跟真的一样 那比珍珠还真呢 说不定这次啊 她还能让我干个副总 给你这么大的官啊 我还没说完呢 副总助理 我收发大成器 我跟你说那两条你记住了呢 第一点 第一 少说话多干事 第二 第二 忘了吧 第二点是最重要的 你给提醒醒 提醒醒 提醒醒 赏 患 闲 闲事 对 最重要的事给忘了 这么大公司 真气派啊 你找谁啊 找你们老总 老总 老总 你谁啊 这里不让我推销 走吧 我不是推销的 我干爸让我找你们老总来签合同的 谁是你干爸啊 老总还是我干爸呢 这里闲人不让劲 懂吗 走走走走 我不是闲人 我也是你们公司的员工 那我怎么不认你啊 滚蛋 你别欺负人啊 我看你也不像员工嘛 你就是个保安嘛 对啊 我就是个保安 就不让你记得怎么了 保安怎么了 保安怎么啦 保安也不能欺负人啊 等我大龙爸来了 看怎么收拾你 我管你大龙小乡爸 再不走 我对你不客气 你推谁呢你 你敢推我 大龙爸 我我我 叔叔 这什么 不好意思啊 小宝 怎么回事 大龙爸 这保安他欺负人 他不让他进 您是保安啊 怎么自己人 还不让自己人进来啊 你又是干什么的 你 给我出去 我是干什么的 我是你的新领导 宋小宝知道的新员工 你就是保安啊 看你的泄力光荡的样子 出去 立正 你是谁啊你 还领导 别给我玩这个杨巅峰的手势 我是谁 待会儿彭飞会告诉全公司 我是谁 公司里不要大声喧哗 听见了没有 我说你呢 你不管说谁 你也不能狗眼看人低 改天 我一定好好培训你 走吧 走 大龙 行行 别追 是谁啊 这么二 他二起来 你还没见过呢 我告诉你啊 你刚换上这身保安制服 你可得老实点 回你的气派中心去吧 小娜 太感谢你给我送寿司来了 在你店里吃过一次以后啊 我就一直想吃 可馋了 没问题姐 只要你喜欢吃啊 别说是这个 生意片我也给你送 我呀 最近心情大好 所以胃口大开 什么好事让你这么开心啊 王大龙啊 他已经答应去彭飞的公司干了 真的 太好了 你有流动摄像头了 太先进了 我觉得你还应该给他配一个 微型照相机 针孔摄影机 让他随时给你准备证据 说什么呢 收起你那套吧 不管用 你以为是做侦探呢 这可都是保卫老公的神器呢 什么神器啊 我高兴是因为王大龙终于有着落了 我能帮上他这个忙 至少我心里对他的愧疚能够少一点 当年的事儿你还惦记着呢 如果我没看见他 也许我不会这么内疚的 看到王大龙他的人生这么不容易 我的良心真的很不安 他之所以变成现在这样 其实跟我有很大的关系 你先喝杯咖啡 我先回几个邮件 没事没事忙你的啊 蓬佩 你看咱不是都已经跨进公司了 咱是一家人 您的咖啡 咖啡 走走走走走 我跟你说你彭叔啊真是 客气 彭总 您的咖啡 走走走 咖啡 闻着可是真香吧 彭飩 看来你以前喝咖啡的习惯一直没变呢 大伯 你是不知道 我们上学那边我们喝的都是水 只有人烹飞 喝的那是咖啡呀 哎呀妈呀 太好喝了 小伯 你尝一口 看味道怎么样嘞 真不错 喝你还知道真不错 你可土编你喝过这么好喝的咖啡吗 当然我也是土编啊 哎呀 你说这么多年一晃就过去了 回头想想咱们那些日子可真够苦的 哎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那会中午都带饭 人人都带的是大白菜馒头 唯独你带的是香肠大米饭 小伯 你可是不知道那香肠有多香啊 那种香肠全是自己家灌的 嘿那香的呀 全门同学都想吃它一口 自咱们以后啊 每到腊月 这小北风一刮呀 我就开始自己灌腊肠了 哎呀 这个补什么也没什么用 这一辈子呢脑子没补上 一辈子也补不上 吃香肠还能补脑子 可真有意思 姑娘 这里头学问大了去了 当初毛主席补红烧肉 就是为了补脑子 蓬佩 刚才我喝了你这么一口咖啡啊 我真是感慨万千 我一直在琢磨 哎 你说这么多年了 怎么在一个班里的同班同学 他的地位怎么就这么不一样呢 从非你是天 大家是地 幸好我王大龙有幸搭了你公司这班车 咱们以前呢 是同桌的你 咱们坐在一个教室里 我想不久的将来 咱们依然拴在一起 咱们一起创大业 等等 你说和谁拴在一起啊 我跟你啊 咱们哥俩 拜托你以后不要再和我拉关系 尤其是在我员工的面前 我这怎么说也是大公司 我可不想为别人说 我只会请一些什么三姑六婆啊 进来我这里工作 没错没错 我非常同意 你还别说 我还就喜欢蓬佩利元 咱们俩还真不是什么亲戚 咱们俩那是发小号 是同窗的你 是穿着开单裤长大的哥们儿 那就更不行了 我这又不是江湖公司 就是啊王师傅 您别说得那么亲近 您只不过是我们彭总的一个员工而已 根本没有资格跟他相提并论 那你能走这么近吗 我告诉你姑娘 别让我说出难听话啊 您能只说工作的事吗 当然 谈工作 哎 哎 Okay 好好好好 工作以外的事情就别躺了 大龙 你自己说 你都会做些什么 我绝对可以照顾好你 你这是什么话啊 我来你这儿 那可是要挑大梁的 我不需要你照顾我 如果我想让你在公司里头 只是喝喝茶看看报纸 你应该不会愿意吧 那当然了 你是不知道呀 我王大龙会得太多了去了 你看啊 保管员我就先不提了 我以前还干过生前组组长 不是我吹牛 我闭上眼睛 我就能识别鸡鸭鱼肉 我不是开超市的 我们不卖鸡鸭 那就更好了 你知道吗 我在部队这几年 真把我都锻炼成钢铁战士了 我还会修建蛙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修建蛙 修工程 建码头 挖水井 简称修建蛙 我还会种菜 养猪 炒菜 我还会自制成流水 还会捡毛毛蛋是吧 对 我还会说快板输 不是我吹牛 我说的不比春晚差 要不给你来两段 打竹板乐开 把我兴高采烈地走上台 竹板响 欢乐多 咱把假天下来说一说 这位三姐问了 哇 你要说怎么啊 说的是一九五三年 美帝的和谈阴谋被揭穿 他要疯狂北川霸占全朝鲜 这是七月中旬的一个夜晚 阴云涌到安平山 在这山上盘踞着美里的王牌军 号称是长生部队美式装备的白虎团 什么 你把我的假天下当成是白虎团了 不是 鹏飞 你看我这一吐露怎么就说到七夕白虎团上去了 你真是太有才了 看起来 我这个小庙容不下您这个大神了 王师傅 恐怕连您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了吧 得得得 我也别现丑了 我自己知道 我没文化 没技术 没见过世面 这么着 飞飞你就明说吧 我能干点什么 你就指指管说 只要不给你添麻烦就行 虽说我有这么多的产业 但是我还真的不知道能让你干点什么 鹏飞 你到底是要我干还是不要我干 你可千万别为难 只要你鹏飞说个不嘴 我王大龙立马走人 哪能啊 王师傅 您是我们彭总的恩人 要不这样吧 彭总 您看 放在棋牌中心城吗 那儿的档次稍微低一些 而且不怕他耍宝 好啊 就棋牌中心嘛 你管呢 加上你那个徒弟 一共十个人 十个人哪 哎呦 我的妈呀 这也是部队一个班的编制啊 那可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部门呢 嗷啦 加油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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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刀狗听好了 今天这块会来一位王经理 他可是我沈哥姐的仇人 别说我没告诉过你 谁跟我姐过不去 我就跟谁过不去 明白吗 明白吗 我们的口号是 假天 compress 知道搞不去 赶快去吧 算好了 菲菲 不是 那个 彭总 你放心 我一定把棋牌中心也管理好了 我一定会拿出一套有效的管理措施 谁要是敢偷奸耍华 对不起你的工资 我首先对不起他 沈哥 您去给他印名片 好的 我还有名片哪 我相信你不会给公司抹黑的 你就带他们去棋牌中心那儿 熟悉一下环境吧 下午六点再去上班 好好好 还不快谢你 鹏叔 谢谢鹏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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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鹏叔的位置 所以我们鹏总特别重视棋牌中心 这里就是桥土不挂 就是前沿阵地的意思 看来鹏总的确是重视的 把这个地方派给我来 那真是太适合了 陈姐好 陈姐辛苦了 大家辛苦了 是你 跑这儿当服务员来了 你呀 现在得归我干爸管了 你干爸得归我干姐管 是吗 要我看哪 你干姐也得归我干爸的哥们管 他们总喜欢的是我干姐 别跟他臭品了 建军 这位是我们新来的王总经理 听见了吗 王总 你呀 以后得归王总管 生气什么呀 用不了两天 肯定跑 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咱们这儿干的经理呀 从来没有超过一个月的 已经跑了六个了 您是第七个 管它七个猴还是八个猴呢 我干爸来了 就是最后一个猴 好好做好 好好做好 徒儿们操练起来 这儿都成了花果山了 不算不算 看看吧 你家王大龙现在已经不是王大龙了 现在是王经理了 哎呦喂 你说这名片还印得这么讲究啊 啊 笑给你种了彩色 看上去印的什么 你看看啊 经理王大龙 嗯 还用烫金印的 哎呦 我觉得彭飞这个人太讲究了 太够意思了 真给你爸一官当啊 看这样子都挺气派的 哇 还有那么多属下单位 还有网站 嗯 怪不得彭兄那小子那么得意 原来他爸爸的公司是个集团 我给你说啊 闺女 从这起啊 再介绍你们老师 我也给他掏张名片 我顺便给他说一句 教授 嗯 美 普悠 哈哈 你爸 May I help you 对对对 普悠普悠 哎呀 爸那都是虚的 你得先对人承诺 闺女 你放心吧 你那辅导班的事 爸记在心里头 爸现在不是有正经工作了吗 立马就给你报辅导班 太好了 我要告诉老师去 让他再加一个复杂花的名额 嘿 嘿 这姑娘 闺女 当心点啊 大老婆 咱们回趟我妈那儿 都显眉显眉 这么做合适吗 合适啊 干涂 好 把銀貴 把銀貴 胸前的紅花銀彩霞 愉快的歌聲 滿天飛 米索拉米索 拉索米倒瑞 愉快的歌聲 滿天飛 愉快的歌聲 滿天飛 喂 林娇洋 王大龍已經到我公司簽了工作合同 舅蓬孝德恩 我已經算是報了 能不能做長久 就看他的本事了 我不能因為他是我的老同學 我就養他一輩子 好 我知道了 既然你跟他簽了一年的合同 不管怎麼樣 你也應該執行到底 再說了 大龍沒有幹過這樣的工作 你就多給他一點時間和機會嗎 我給足他面子了 一下子請了兩個人 我就看他們能不能做事 如果做不了事 我是不會發工資的 這不是體制內 這是我自己的公司 每花一毛錢我都要很小心的 是是是 你沒錯 反正你對王大龍耐心一點就是了 對了 關於王大龍 我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訴你 就是在你學上娛樂項目開業的那一天 我就想說來著 可是被彭笑一鬧 我就給忘了 這事啊 就是在王法律援助開業的地區 彭泽 廣告公司的孫經理到了 行了 大龍的事就先說到這兒 恩我是報案 我跟客戶還有個會 先這樣 你這個人 連電話都不願多說 現在是王大龍尋求我的法律援助 不 要是他幹不長 哼 你就死定了你 赤裸起山 紅霞飛 但是大發音鬼 發音鬼 當上要敬禮我心歡喜 愉快地歌聲滿天飛 迷索 拉迷索 拉索 迷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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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愉快地歌聲滿天飛 媽 你看 你看這名片上 電話 手機 還有電子郵件 你看這網址都在市場寫著呢 這說明什麼呀 這說明這是一家大公司 那得恭喜大龍啊 找個這麼好的工作 還是經理啊 媽 這可不是普通的經理 這可是一家大公司的經理 這個技術含量嘛 是不是 這要比孫堅強啊 是不是 蔡霞 蔡霞 這這窮漢都一毛鱗 臭沒什麼呀 行行行 滿大街都是經理啊 你知道嗎 現在隨便看著皮包公司 都說自己是老總 什麼叫皮包公司啊 看看看看 假天下 我跟你說人家報紙上 新聞上人都寫著呢 報紙 新聞都寫著 能有假的嗎 我知道這家公司 最早我們家孫堅 給姐夫介紹的 就是這家公司 我姐夫養豬 死活不去 現在可倒好 自己上杆子 蔡霞 這你可說錯了 不是我上杆子要去 是人家上杆子要請我去的 老闆跟我是發小 他的事業 那就是我的事業 發小 發小就是打小穿著開單褲 關係特別好的那種關係 人家親兄弟做生意 那還要明算賬呢 孫堅跟那家公司 合作很長時間 他說那家老總精明著呢 沒錯 他跟孫堅呢 那是生意關係 他跟我 那是感情關係 他再精明著老闆 他也不會坑自己 守護底下的人吧 他心裡清楚 守護底下人不好好幹活 最後倒霉的還是他自己 這點我比他聰明 你又沒當過老總 這還一套一套的 媽 喝茶 媽 我這以後當上領導啊 就沒時間回來幹家伍活了 這是好事 男人不忙的是沒出息 對 對 對 來 來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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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領導 你坐 你坐這兒 你坐 我告訴你啊 我這不適應我這 老公子 從現在開始 你忙你的事業 家裡頭禮禮拜拜 我包你啊 除了你親自吃飯 親自上廁所 剩下的都有我來來 對 穿衣服 穿衣服都有我來來 媽 我這回都想好了 我幹好了 我把您請到我們那兒 去享幸福 不能讓您這麼大歲數 還洗碗 對對對 媽說了 她那是鍛鍊身體 是是是 這孫堅忙工作 才想忙孩子 這家務啊 就歸我了 那不成 這不能讓街坊鄰居看見了 說咱們子女不孝順 我都想好了嗎 等我混成人五人六 我就把您呢 借到我們那兒去 讓您好好的想想清福 您說是吧 對呀 還不知道要能幹多長時間 能不能幹住 還是個問題呢 媽 我 高蔡霞 你怎麼回事啊 你姐夫現在好不容易有大出息了 當成大經理了 你這一口一個不行 一口一個不行 我告訴你啊 你說第一個不行 我不理你 你說第二個不行 我還不理你 你說第三個不行 你想怎麼的 姐 是你說的不行啊 這事我知道 是啊 她以前是不行 可她現在又行 對 沒錯 我現在行了 我還告訴你 這把火我得燒得旺旺的 我不能讓人老闆把我給開除了 姐夫 您就別一廂情願了 人家彭飛做生意多年 一肚子在外門邪道的 他不可能花一分錢養仙人的 還有啊 我們家孫姦跟他們這家公司 合作很長時間了 你別到時候又讓他給你擦屁股 同意同意 完全同意 你還千萬別讓孫姦跟他說 我跟他是聯金關係 我得靠自己本事 誰也用不著幫我 您當您是李嘉誠呢 孫姦他能說嗎 他早晚會說的 他得驕傲地說我王大龍是他親姐夫 龍龍 圓圓 龍龍 你是我的驕傲 看看 你是我的自豪 什麼這些姐妹啊 記憶 記憶多 坐 坐 坐 你坐 你坐 我不習慣了這一下子 你給我坐這兒 你喝什麼茶 我就喝那個茉莉花吧 行行行行 彭總 這個是我們開業當天開業慶典 即街牌儀式 這個是客戶的前導處 這個是我們送給客戶的禮品貸 這個是消費券 這個是我們擺在咱們茶藝戶館外面的活動展架 一拉堡 這個是專門介紹我們的千年古景的一系列的廣告的一個理念 這是我們開業剪彩儀式 貴賓和領導所佔的位置 好 茶藝會館的這個策劃案真的是做得不錯 加上報紙的連日報道 一定很吸引人 你這次真的很厲害了 是的 彭總 因為我認為呢 茶藝會館本身就有文化色彩 所以我想利用我報社的關係 給您的新項目發新聞 這樣可以為您省去發報紙廣告的大錢 你真的是幫我找到了一個大金框啊 彭總 咱們都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把你的集團做大 你成功了 我就成功了 不愧是做廣告的 計劃得如此周全 你可以幫我宣傳我的產品 又幫我省下這麼多的廣告費 我真是要感謝你 孫經理 如果你能幫我再多找幾個傳媒關係回來 我會更感謝你的 彭總 這個可是我的強項了 不瞞您說啊 我以前就是從報社出來的 跑財經口的 認識不少領導 上至政府部門 下至科教文位 我關係都熟 就連我女兒學小提琴 我都是託關係 找得名識 孫子 您的女兒這麼厲害 還會拉小提琴 是的 我女兒呢 從小就是學習尖子 所以我希望她將來 能考上清華大學 實現我的理想 之所以這麼早 籌劃我女兒學小提琴呢 都是為了考學好加分 這父母呢 一定得為自己的兒女的未來 提早打算 我還真在這處理關係上 花了我不少本錢 就算我一個 關係你幫我去處理 那些消費卡什麼的 我會準備 您放心 錢不是問題 彭總 這個倒不必了 您甭這麼客氣 媒體的關係呢 歸我 那我全靠你了 您放心 但是我還真的要感謝你這個 人情才行 沈哥 你們慢慢聊 還不錯 喂 電音琴行嗎 我想訂一把小提琴 對 要專業級的 價錢大概一萬以上吧 好 謝謝 孫經理 只要你將茶藝會館開張這件事炒作起來 我一定會重謝你 你放心吧 彭總 我一定會經我自己最大的能力 把茶藝會館開業炒作起來 因為我也希望你做大 如果你的集團能上市 那將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托你的福 我想傳媒媒體那邊的關係 越早建立起來越好 行 沒問題 那我今天晚上就約幾個電視台的朋友 專門給你聊聊宣傳的事 那就太好了 到時候 我一定會送一點股份給你 我們大家 一起發財 那我就先謝謝彭總吧 好 那我們先走了 去吧 回見啊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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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總 您放心吧 我全都辦好了 孫堅的女兒 是她的掌上明珠 我為她訂製了一架很名貴的小提琴 你真的很聰明 沈哥 我們真的是心有靈心 我能用你這樣的助手呢 就兩個字 放心 以後呢 只要是你不好意思做的事情 全部都交給我去完成吧 你真的是我的閒內助 彭總 你說這些 我說的是工作上的閒內助 你說你媽媽是個吵茶高手 叫你媽媽來會館工作吧 我也想增加現場吵茶項目 提高文化品位 真的 當然是真的 叫你媽媽趕快過來吧 我也想認識一下 能夠培養出 這麼優秀女兒的母親 多謝彭總 那我馬上跟她說 讓她準備準備啊 我先進去了 喂 媽 你終於可以進城了 我們老闆親自說的 她還說 讓您現場表演吵茶呢 您趕緊 把家裡那點事處理了 我一定要讓您在城裡 過上好日子 哎呀 是真的 不是報喜不報憂 您放心吧 建軍的工作也保住了 她去棋牌中心幹保安了 老闆很重用我的 您放心吧 過不了多長時間啊 咱們家的親戚 就都能進城了 好 您先這樣吧 拜拜 人都去哪兒了呀 2012都過了呀 這都下午了 怎麼一個人都沒有啊 集體開會 應該通知我一程啊 怎麼回事啊 黃經理 來這麼早啊 這還早啊 這會兒都下午了 其他人都 都去哪兒了 哎 其實你根本不用來 這裡根本就沒有客人啊 那那彭妃讓我來這幹嗎 空投司令唄 你是他哥們 他不好意思拒絕你 這裡根本不需要人 他是養著你 原來是這樣啊 我說彭妃怎麼答應我 那麼痛快呢 我跟你說啊 就像我 他不好意思拒絕我乾淨 所以 凡是不好意思拒絕的關係 都安排在這兒 全能養大爺嘛 真的 你還不信 不信你去看看 現在真正需要人手的是茶餘會館 都快開業了 還忙著招聘 那才需要人手呢 我覺得吧 可能彭總覺得你 長得寒碜 他對不起觀眾 所以沒讓你去 我長得寒碜 我長得 我告訴你 彭妃他那樣 他兩個眼睛 他的隊長都快變成土外青人了 我找他就我 別走啊 好心才告訴你 靠關係吃晚飯 也是條路 你怎麼說啊 長臭 養閒人 怎麼可能呢 我這裡又不是福利機構 我要賺錢 我也要找人幫我才行啊 行行行 你也別給我兜圈子了 我就跟你說句掏心窩子的話吧 我來你這兒幹 我可不想因為 想讓你報答我 把我當閒人養著 你以為我真的這麼高尚啊 我老實跟你說啊 你救了我兒子 我本來可以給你一筆錢作為感謝 不用你來公司幫我做事的 但是我見到你整天晃來晃去的 我心裡也不舒服 我這家公司呢 從來沒有請過一個親戚朋友 我也不能不顧面子 隨便吵人 那你為什麼要用我呢 因為你曾經是個二愣子 只有像你這麼職的人 才會在危急的時刻去救人 才能在危難的時候幫我擋刀 這你倒沒說錯 同伯 說句老實話啊 我可真是把你的事業 當成我的事業來做啊 那你還顧慮學什麼呢 那你的工作性質 跟其他的工作性質可不一樣 棋牌中心八點以後才會有人來 我們都叫他鬼屋 鬼屋 我的媽呀 說得怪嚇人的 怎麼還鬧鬼啊 不是真的鬼 是財神 那些來打牌的人呢 都是喜歡吃完飯洗完澡才來 說不定會打通宵的 我把這麼難搞的部門 交給自己人 說不定 到時候你太忙會來罵我了 我跟你說呀 我還就是願意挑重擔 喜歡啃那硬木頭 不過你放心啊 我就是忙的 連我老婆都不認識了 我也不會罵你 現在你不用擔心了 我們是同學 我是不會騙你的 現在時間還早 你回去以後呢 洗個澡吃個飯 喝點小酒 養精蓄銳 準備戰鬥 怎麼還得喝一口啊 這什麼重擔呢 今天我的行程需要改動一下 楊經理的經濟糾紛案 已經鬧上法院了 我是他的法律顧問 看完會我得馬上趕過去 372委託案的親子鑑定 報告也應該出來了 你趕緊去醫院拿一下 還有幫我約那個當事人 要當面溝通 就幫我約到四點吧 好的 這兩個小時也弄不完呢 晚上加班